我們就接著來繼續來介紹我們這個 Avacant PowerCamp Notebook OK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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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們的安裝 其實老師當然跟我run了一次 而且是比較複雜的 因為多了一個.NET要下載 回到家裡面你的電腦應該都已經裝好 所以你其實就下載PowerCamp 直接安裝就好 我剛剛有提過 如果說你的Office的版本是64位元的 記得你一定要安裝Avacant 因為它才支援 它才有支援 好 那我們就接著繼續來跟老師們繼續介紹 好 我先廣播一下 好 我把畫面再切換回來 我們先來再介紹一下 來看一下 好 所以在下載的部分 這沒有問題 老師現在都知道怎麼下載 那直接去安裝 那我們剛剛就有提過了 安裝完成之後呢 我們等一下要來做 做這個所有教材 大概可以做哪一些的應用 我們最後簡報的部分呢 再提一點 再來提一點 我們剛剛提過 第一個當然就是簡報錄製 我們等一下要去做的 那另外就是螢幕的操作的這個教學的錄製 好 那應用的部分呢 應用的部分 我們可以去做哪一些的應用 我們剛剛提過 不單單是你自己的數位教材可以使用 好 不單單是你自己的數位教材 哦 哎呦 老師還沒有 OK OK 這個部分呢 我們包括其他學校的一個應用來講 像學生的論文報告 這個其實你也可以請他直接用PowerCAM 直接錄 你說交一份進來 這個太少了 當這個文件的時候太少 我可以請他呢 直接用PowerCAM 把他的一個論文報告呢 直接用PowerCAM錄進來 錄好之後上傳到我指定的空間都可以 或者是放在我的學習平台裡面 教他的作業 教他的報告 那我可以直接用這樣的方式 那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呢 學生的報告或論文報告 除了錄製下來 第一個我們可以有一個雙向的一個互動 很明確 第一個其實學生 尤其是台灣的學生 在面對老師的面前 在報告的時候 通常都表現得不是很好 可是他在私底下的時候其實是很活潑的 所以你讓他用錄製的方式 他講的比他在這個你面前講的 第一個可能比較好 這第一個 第二個其實就是他的一個 這些知識的傳承 以後如果一些學弟妹 以前可能看學長解的這個內容還講 再切一次 再切一次 那這個報告呢 如果做這個知識的傳承來講的話 都是靜態的 那上面頂多有一些重點而已 但是不是很清晰 到底哪一些才是學長解的精華 所以如果說透過Powercam這樣的方式 錄製下來的話 影像加上聲音 加上它的內容 這樣其實是一個更完整知識的一個傳承 所以這是一種有學校在用的 那另外其實就是解題 我們剛剛提過的 我們剛剛提過的 甚至於其實像 老師如果有空的話 也可以去看像那個什麼 那個 哪一間 哪一間 現在突然 我們也提 我們剛剛提過 這麼細的內容 當然就要搭配我們剛剛提的那個手繪版 你就不要用滑鼠 用滑鼠就 做出來的效果可能就不是很好 所以搭配手繪版其實做出來的效果就會比較棒一點 然後還有 像我們剛剛提過的 現在學生期都不太會講話 都很厲害 私底下都很厲害 可是真的大家站到台上的時候 不太敢講話 所以可能學校的學 這個學期的成績很棒 可是去面試的時候 老師面試不過 因為他看到面試官之後就 不知道要講什麼 結結巴巴的 所以其實讓他去做一些練習 如果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其實讓他做一些練習 讓他出社會的時候 其實會比較容易面對像這樣的一個 直接面對鏡頭講話 或面對人講話的一個練習 對他來講是一個方便 那甚至有一些演講的錄影 這些其實都是我們常見的一個使用的方式 所以Powercam不是只單單可以用一般的一個使用而已 一般的使用 OK 好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來看一下就是說 剛剛 當我們今天安裝完成之後 各位移旁邊一點 移不動 然後縮到最小這樣都會擋到 當我們今天安裝好之後 第一個 我們在桌面上面會看到會有一個Evercam的按鈕 會有一個Evercam的按鈕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我把我的PowerPoint的這個簡報呢 執行出來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 在我PowerPoint的左上角 也多了一個紅色的錄影按鈕 這裡也多了一個按鈕 而且呢 在我的這個功能表的地方呢 也多了一個葉簽 Evercam的葉簽 這裡可以切換 所以這就代表你已經安裝好你的Powercam 就把它裝好 就把它裝好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來使用 使用它 那我們剛剛有提過 那你說什麼時候按這個按鈕 什麼時候按桌面那個按鈕 我們剛剛提過 PowerPoint最主要做兩個部分 最主要的錄影做兩個部分 第一個簡報錄影 所以如果說你的教材是簡報的 那你就直接把你的簡報打開 直接使用你的這個 簡報的這個錄影的按鈕來使用就可以了 好 這是第一個 那如果說你的教材不是簡報 我們剛剛也提過 我們等一下也會帶各位來操作 那我就可以直接從桌面來執行PowerPoint 所以兩個位置為什麼都有 因為它有兩種常用的一個應用的方式 應用的方式 OK 好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可以開始來跟老師來介紹 我們來怎麼使用這樣的一個Powercam的部分 好 比方我現在以我這個簡報為例好了 就以這一頁開始 往上 好 那我要開始來介紹 今天我要來講解其實就是這個Powercam的數二教材 那我現在準備來錄製我們的這個內容 錄製這個內容 那首先我們剛剛提過的就是 按這個按鈕 這是一種方法 所以我就直接點選 我的教材是簡報 所以我就直接開啟我的這個簡報 然後按下這個紅色的按鈕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聲音的這個大小聲音量的部分 那我剛剛有提過 反正 你不能是沒有聲音或聲音太小聲的 你讓它大聲一點沒關係 因為學生自己覺得太大聲 會把它調小聲一點 所以不要錄得太小聲 好直接按開始錄影就好 我現在就開始錄了 解析度過高 解析度過高 這個沒關係 就用 好 當它開始錄製的時候 當它開始錄製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全螢幕的播放 所以這個時候我就已經開始在錄製了 我的聲音就開始加進去了 所以我就開始來講解了 好我們今天要來這個介紹的是這個數位教材的製作 我是大總資訊的講師陳寅寅 有一些疑慮 這是製作的數位教材的一些疑慮的內容 那沒關係 我們今天用PowerCAN來製作其實就很容易 所以我一邊講一邊換頁 其實這裡面的換頁的內容項目都會變成它的之後的鎖影 鎖影標籤 好 當我今天講到這裡就好 我先講到這裡 我要結束呢 我要結束怎麼辦 我們剛剛按紅色按鈕啟動 結束 直接按yes一鍵 直接離開 它就離開了 就完成了這個錄影 就完成了這個錄影 那你說錄影 我錄影完成了 我剛剛錄了幾頁 錄了幾頁 那檔案在哪裡 我從來也沒做過存檔 它已經幫你存好了 它已經幫你存好 我的檔案 這個PowerPoint的檔案 我是放在桌面上 所以我現在把我的畫面縮小 我回到我的桌面看一下 這是我的簡報 那你會發現它多了一個資料夾 它多了一個資料夾 多了一個副檔名是 FSP的一個資料夾 這是它自己剛剛幫我存出來的 PowerPoint的專案檔案資料夾 裡面有一堆東西 所以不是一個檔案而已 PowerPoint錄製完成之後 它不是一個檔案而已 它是一個資料夾 一個專案檔 一個專案檔 那所以在這個部分來講 我們可以看到裡面有這個專案檔 那我想要看一下我剛剛錄的結果 到底怎麼樣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會有一個index.html 直接執行它 允許一下就好了 當它開始錄製的時候 當它開始錄製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它就開始播放我們剛剛錄製的內容 聲音就加進去 聲音就加進去 而且呢 右邊 會有我們剛剛切換頁面之後 的標籤所以 所以 這個將來我們當然在看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跳著看 所以你用PowerPoint來錄製簡報的內容 其實就這麼簡單 直接按紅色的按鈕 開始錄製 切換頁面 錄製完成按ESC離開 它就會存成一個專案檔 這就是整個過程 你的聲音就錄下來 這是一個基本的操作 好 這個不用關掉 收到這一小孩 好 那現在呢 就請老師呢 來幫我 試一下 你可以 不一定有簡報 我們現在不一定有簡報 沒關係你可以上網 上網稍微抓一下 上網找一下 找個簡報來使用一下 先把畫面還給老師